急急忙忙進校門 就是為了要趕上早自習時間 但接下來高中生們 渴望鬆一口氣 因為教育部宣布 今年9月開始 學生只要在第一節課 8點10分前到校就好 這樣我們可以多睡一點 可能多睡半個小時之類的 可能會考慮一下 就是看 可能可以考慮一下 要不要晚一點起床這樣子 家住得遠更害怕遲到 但也有人慶幸 終於可以睡晚一點了 教育部修改高中學生到校時間 7點半到8點的早自習取消 不會強制學生參加也禁止考試 招會最多每週一次 將在9月正式實施 台北市的明星高中也先跟進 北一女表示早就取消了早自習 師達附中則是從109全年度開始 週一到週五兩天 8點10分前到校就好 另外成功高中則是從這個學期開始 就要取消早自習和招會 學生同樣在8點10分前 到校就可以了 目前的還是有招會 但只是說因為疫情期間 我們大概已經一年半左右沒有升起 重要的活動訊息 我們都是用無聲廣播 跟重要的活動開閉幕 都是用線上直播的方式進行 因為疫情已經沒有實體招會 師大附中坦言 之後新規定上路不會有太大差別 但高中生先開放 至於國中國小學生 考量到年紀比較小和上下學 有家長接送問題 所以目前暫時不考慮修改 上課到校時間 高中階段面臨人生重要關鍵 讓青少年睡眠更充足 養足精神才能面對學習生涯更大的挑戰